那市長先想進去就跑 一腳先出來 好 通學可以走出來了 對 小心跑 率領日資學俗學員 體驗通過討生門 朱立倫15號參訪新宇航空總部 這些青年生力軍 也是國民黨未來出入 在兩個月前我就已經到新宇來 那時候跟K董 郭偉雄 我們也談了很多 今天就是希望 我們這些日資學俗的朋友們 這些年輕朋友們 跟我們一起來參訪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是一個開始 接下來我們還會有 其他的一些企業參訪 透露企業參訪 只是首站超前黨中央部署 朱立倫積極補足 藍衣世代今天的空缺 但面對疫情當前 受到衝擊重創的航空業 針對中央紓困500億 新宇航空表達感謝 去坦言下一步 人得靠自己踏輸 因為新宇航空的部分的話 因為規模小 所以說在500億裡面的 比例是比較少的 我相信說在疫情之後 台灣在民航產業 在這個世界的重要性 可以慢慢的發揮 但即便島內疫情趨緩 政治上的風暴 卻再度掀起 針對李萊西事件 朱立倫抨擊 朱隊友完全無需質疑 但更大格局 卻是黨中央路線的 氣候性問題 李萊西會輸隊友嗎 這已經是很明確的一個角度 國民黨一定要讓人家看到 我們就是一個溫和理性 中道 用這樣比較務實的態度 任何極端的發言 都不是國民黨的立場 比起最方便的批評撇清 作為黨中央高度 更應該定毛清楚 路線上的中道理性 朱立倫的演壞示意 談的是李萊西 指的確是黨應有的格局 借持續一張 雨萊S1小組才不得